2015中秋节前夜,张恋云亮向北京朝阳体育中心,为某电影派对活动担当开跑嘉宾,并登台连唱了三首自己的拿手作品。 当晚,张恋云以一身黑色紧身裙装亮相,虽然脚踩高跟鞋,但这丝毫阻止不了他尽情热舞的欲望。 似乎并没有受上个月初北京演唱会跌落舞台阴影的影响,只是跳支卖力处偶尔亮枪几下,也让现场的粉丝为他捏了瓦汉。 在当天活动跑步结束环节,也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,可能是因为现场工作人员太过敬业,张恋云被不小心地推荡了一下。 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,张恋云也大度地表示自己体谅并理解对方的行为。 今年7月,在张恋云巡回演唱会长沙战时,突然公布与少城时代CEO冯科的恋情,并喊话男友想娶我就上台。 而冯科当时也承诺事后会补给张恋云一个特殊的求婚仪式。 现场被问及此话题,张恋云微笑表示,男友还并未求婚,只是希望顺其自然就好。 那等于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已经发生了,你会告诉我们的分享吗? 当然,我没有必要隐藏什么。 我觉得今年最最最最开心的事情是我终于对于大家来说,我不怕你们问我任何问题了。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东西。 然后我觉得现在跟大家讲话就是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。 虽然一部分的媒体其实一直都知道,当然我一直都说我感谢大家这些年给予我的理解。 我一直都没有说什么,谢谢大家的理解。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,北京报道。 2015中秋节前夜,张恋云亮向北京朝阳体育中心,为某电影派对活动担当开跑嘉宾,并登台连唱了三首自己的拿手作品。 当晚,张恋云以一身黑色紧身裙装亮相,虽然脚踩高跟鞋,但这丝毫阻止不了他尽情热舞的欲望。 似乎并没有受上个月初北京演唱会跌落舞台阴影的影响,只是跳支卖力处偶尔亮枪几下,也让现场的粉丝为谈捏了瓦汉。 在当天活动跑步结束环节,也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,可能是因为现场工作人员太过敬业,张恋云被不小心地推散了一下。 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,张恋云也大度地表示自己体谅并理解对方的行为。 今年7月,在张恋云巡回演唱会长沙战时,突然公布与少城时代CEO冯科的恋情,并喊话男友想娶我就上台。 而冯科当时也承诺事后会补给张恋云一个特殊的求婚仪式。 现场被问及此话题,张恋云微笑表示,男友还并未求婚,只是希望顺其自然就好。 那等于,如果这个视频真的已经发生了,你会告诉我们的分享吗? 当然,我没有必要隐藏什么,我觉得今年最最最开心的事情,是我终于对于大家来说,我不怕你们问我任何问题了,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东西,然后我觉得现在跟大家讲话就是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。 虽然一部分的媒体其实一直都知道,当然我一直都说我感谢大家这些年给予我的理解,一直都没有说什么,谢谢大家的理解。